在媽媽的陪同下出席記者會 今年才十八歲的小哲 已經排隊換肝一年多 從小先天患有膽道閉鎖的慢性肝病 加上體重控制不佳 出現嚴重的脂肪肝 肝臟功能大受影響 現場的小朋友都有先天性的肝臟疾病 很難透過產檢發現 別以為脂肪肝是成年人才會有的問題 一向針對國內六到十八歲兒少做的調查發現 全族群抽樣兩千八百九十五人當中 有百分之十三的男生 已經有脂肪肝的問題 在肥胖族群的比例更高 男性超過百分之四十七 女性也高達三重 因此就算年紀很輕 只要有家族病史體重過重 或內分泌失調慢性肝病等風險族群 建議定期抽血檢查 過去也是有發現說 確實遺傳經因素是相當的影響 我們在臨床上看到一些小朋友 他有一些沒有那麼胖 但是他有脂肪肝 那有些好像體重很重了 但是他脂肪肝不會那麼明顯 那我們最近其實也都是有很多研究 都告訴我們說一些遺傳經因的因素 確實會影響 脂肪肝只要不是太嚴重 多屬於可逆的情形 透過體重飲食控制就能改善 別再因為年輕而忽略肝臟健康 天氣好熱趕快來杯茶飲清涼一下 台灣人愛喝茶 不過喝的什麼茶可得好好挑選 一名年輕男性每天喝16杯的吉隆茶 沒想到連喝一個月竟然腎功能病變 被迫換腎 原來是裡面的草酸惹的禍 吉隆茶包因為通常經過濃縮 草酸的濃度更高 同時茶葉裡面的額茶數會加快身體 比較適合 那但是這個要看看你本身的狀況 如果說你本身是已經是節食的患者 或是特別容易產生節食 那這樣的攝取量 還要把水的量再增加 一般認為喝茶的好處多多 不過醫師強調 千萬不要以茶帶水 否則除了節食問題 草鹼還會刺激胃酸逆流 品茶還是適當就好 八大新聞 和平李松元 裁縫報導 金竹醫院洗腎 已成為許多人的日常 腎臟是身體中最沉默的器官 通常初期症狀不明顯 民眾容易錯過黃金治療時間 導致末期腎臟病發生率 高居全球之冠 那時候的前面的七年 我不知道說那麼嚴重 不注意不行 所以才跟著下去做治療 根據數據顯示 20歲以上成人慢性腎臟病 腎行率超過12% 平均每8人就1人腎病變 多達96%的病患 都不知道自己已經離病 全臺罹患腎臟病人口 已經突破200萬 每年發生洗腎人數 更超過1.2萬人 換算下來 已經可以坐滿整座小巨蛋 造成腎臟出問題的關鍵 往往跟不良的生活習慣 有很大關聯 另外65歲以上高齡者 以及腎病家族病史 也都屬於高風險族群 醫師提醒除了定期檢查 從生活習慣改變 也是不二法門 生活型態的改變 我想也相當的重要 包含剛才提到戒菸的部分 如果有抽菸的人 希望能夠戒菸 那如果有過重 或甚至肥胖的一些病人 或是民眾 我們也希望他能夠有 減重的一些幫助出現 過去針對腎臟病 有透過藥物延緩 腎功能下降 現在研發出SGLT2抑制劑 效果更為顯著 這個藥物呢 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拿來做 糖尿病的一個治療 但是後來在糖尿病的一些 研究中發現 對於腎臟有相當重要的 一個保護的效果 但是它這個保護的效果呢 其實來自於它能夠讓 我們這個腎臟的負擔減輕 隨著醫學進步 配合完善的醫療照護 以及調整個人生活 飲食用藥習慣 都能有效減緩腎功能惡化 避免終身洗腎風險 巴拉新聞 周亞廷綜合報導 不同症狀對應不同的藥物 很多老人家一吃就是一大把 除了增加腎臟代謝 對肝臟也是一大負擔 部分藥物因為具有肝毒性 混合服用之下 會出現膽質排泄阻礙 還有藥物性的肝損傷 譬如說會覺得很倦怠 我們有時候也會食慾不振 腹會有一點變慌 我們的眼睛的眼白 會有一點變慌 只要是在服藥的期間 出現突發性的食慾不振 噁心嘔吐或是尿液變身 務必要儘速回診 因為常見引發 藥物性肝損傷的用藥 很多在日常生活當中 都會接觸 像是部分抗黴菌藥 抗生素 降尿酸降血脂的藥品 還有肥類固醇 抗發炎藥都在名單之上 國內藥物性肝損傷 有六成發生在年齡大於50歲 多充滿性病卻不遵守醫主來用藥 而想要避免藥物性肝損傷 方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多喝水 在服用藥物的期間 喝水的量要比平常再多一點 加速代謝減少產生肝毒性的機會 才不會讓本來治療的用藥 變成致命毒藥 八大新聞和平李松元採訪報導 雞排砸到金黃酥脆 是很多人下午茶或是宵夜的首選 但要注意 現代人普遍營養過剩 運動量不足 很可能因此養出脂肪肝 因為脂肪肝在台灣有上升趨勢 40歲以上的民眾 有五成有不同程度的脂肪肝 脂肪肝是日積月雷我們攝取的熱量過多以及消耗太少引起的 花生或者是夏威夷豆那就不建議這個過量的一個攝取 一整天就建議一個湯匙 花生大概是10顆 那這個核桃大概是5顆的一個左右的份量 而肝臟當中脂肪過高會導致組織慢性發炎 進一步還可能出現肝硬化 但因為早期沒有特定症狀 所以只能靠定期的腹部超音波來檢查 不過別以為只有肥胖才會引發脂肪肝 飲酒過量 快速減重 飲食不均衡 都可能是形成脂肪肝的元凶 過去有肥胖的病史 也自數常常吃一些高脂肪的食物 結果40幾歲就罹患了肝癌 脂肪肝的應對方式有3 減重 戒酒 追蹤 酒精性的脂肪肝就是飲酒過量造成的 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就是主要是跟肥胖有關 那另外跟一些代謝相關的一些慢性病 像是高血壓 高血脂 糖尿病 這些也是都有相關的 還好脂肪肝是可逆性的肝臟疾病 從發現脂肪肝到完全恢復正常 最多需要4到5年的時間 所以醫師建議有脂肪肝的民眾 務必要戒酒跟減重 必須要減少久坐 增加有氧跟肌耐力的運動 每週至少150分鐘的中強度運動 減輕肝臟內脂肪含量 才能避免讓脂肪肝的問題持續惡化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